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家有两个儿子 老大刚退伍 正在准备出国留学 老二念大三 但是这两个儿子坚持不入境 爸爸很紧张 想要参加 这个日文家还长得 这是什么东西 走了 拜拜 制作单位几次努力邀请 两兄弟坚持不想露脸 是因为老爸喝酒 儿子们觉得难堪吗 还是父子之间有其他的心结呢 来宾还没有到访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 这个被酒精困扰的家庭吧 结婚28年的阿周和阿芬 来自共同的家乡 云林土库 阿周是小镇警察之子 阿芬是小镇医生的女儿 从娘家走到婆家 只要三分钟 这是蔡昆州的国中时期 毕业照 这里 我那时候还当副班长 我都不知道 这是我 这是我妹妹 在同一个教会受洗 同一个国中念书 两人有着太多共同的记忆 结婚后 阿芬教书进修 阿周考进大企业 才三十出头 就拿到公司一大笔奖学金 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攻读硕士 受到公司大力栽培 阿周也努力回报 但是下班后的娱乐 和台湾很多男人一样 就是喝酒 那她的工作的积极性是比我还强 酒量也比我好 我家的XO 几乎都大喝的 有时候去 一瓶XO 她一个人就给我干光 但是一走出门 在门外的水坡就全部还给我 你竟然说我是李白在世 酒是我的好朋友 没有酒我就做不了任何事情 阿周受到公司重用 一起风发一个人当开路先锋 到中国五湖 福州 柳州 去拓建工厂 但压力也来了 四年前 新的管理阶层砍人 砍预算 不留情面的作风 让阿周面临空前的压力 连同事都发现有状况 我不是12点多卡 1点多卡 1点多卡 说到我手机都没法受 我说你那个电话里面都是酒味 所以折磨阿周的考验来了 上司要她开除 没有犯错的大陆员工 阿周不肯和上司大吵一架 她开始恐惧会失去工作 那时候走到半夜 去看电话 放弃快要掉 就是由那时候开始 每天在非常 很尽动的地方 我又走在等 早餐烧酒 中餐烧酒 晚餐烧酒 销店也烧酒 她搬起来 再倒腰 再走出去 别人生气 连着两年的过量酒精 换来身体严重的抗疫 有幻觉 那心跳到多少下 一百九 出血了 快挂掉那种 52岁那年阿周撑不下去 提早退休 也开始找医生治疗求疑 时间一晃两年过去了 酒界了吗 她觉悟了吗 有啊 有觉悟啊 有觉悟就是说 我跟我老婆讲说 真的 当事者才知道说 那个 酒饮来的时候 很难受 你明明知道说 不能喝 可是你 脚就是不听脑袋使唤 就会自己走出去 就会自己走出去 老婆 怎么会越来越快 老婆 怎么会越来越快 我都没有动它 阿周退休已经两年了 每一天都在喝酒饮拔河 据说喝酒的人 喝伤了胃没有食欲 是真的吗 阿芬和他三餐吃什么呢 我们要做那个 南部的有名的那种 所以需要一点肉燥 这天是星期四 阿芬不上课 两人像小夫妻一样 逛社区里的菜市场 我说我有一个秘密武器 菜脖 因为我发现没有人 把这种东西放到米哥去 你们等一下尝尝一下 看看为什么要加这个秘密武器 档安比哥是土酷的道地小吃 一个人在外地读书 工作 家乡味是阿周最重要的安慰 他是看我做才去的 他去 蔡文说去美国念书的时候 他就喜欢做这个 然后自己吃 然后有一次我们去美国的时候 然后就时差还在调 就用喜来说他已经用那个 一个大锅子已经蒸好了 对 阿芬的淡安比哥 有自己的独门配方 爆香红葱末 把绞肉 虾皮用上好的酱油炒熟 放入米糕模作底 洗净肠糯米 放进米糕模 中间撒上菜脯增加口感和风味 诀窍是倒入煮滚的汤底 热水约七分满 糯米才容易熟透 用电锅蒸熟就大功告成啦 在一旁监工的主厨阿周 表情很不自在 你为什么会抽筋 平常有这样的 很少 这跟喝酒有关系吗 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平常很少 少运动 奇怪这边的哦 你不用那么抓一下 你抓到吗 有啦 哦哦哦 不抓还好一些 这个维他命 也不是防疫师建议的 阿周为了戒酒 找医生治疗 每天要吃好多颗药 他却常常忘了吃 导致他一直困在 戒断期的痛苦里 那时候我一天最多五瓶 但是吃了这个要控制住以后 那个量是剪了很多下来 你现在一天大概还要多吗 顶多不会超过两瓶 怕买酒太容易 阿周剪掉信用卡 不用现金 可是酒饮一来 只好到处搜索铜板 或是跟儿子周转现金 他就到处藏酒啊 他很会藏哦 随便那个书柜啊 那个抽屉啊 到处都是 都是酒瓶 那今天有吗 今天我们来查查找找干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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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啦 今天已经 已经克制得很好了啦 人家为这个主题来拍了 你还敢 敢太嚣张 哈哈哈哈 有啦 早上有喝了两口啦 嗯 而已啦 他早上哦 一直不想喝 然后有点难过 他就一直骂自己 他说你这个坏蛋 你这个大坏蛋 他自己骂自己 说归说 我们赶紧来看看 今天的家香味 做得怎么样啦 来看一下哦 成品要出来的哦 来啦 等一下 我们今天祷告一下 谢谢叔 今天是给我们好的午餐 是给我们一切平安 向祷告奉一首圣名 阿们 为了戒酒 阿周参加戒酒团体治疗 究竟酗酒的人 会有哪些共同的问题呢 阿芬也想出各种方法 来治疗老公 但是阿周到底心里 还有什么解解不开呢 这天是星期二早上 十点钟 阿芬正准备去学校 他今天不小心赚了一千多块 他昨天买了一张股票 今天就把他赖掉 阿芬为了鼓舞老公 准备了一笔资金 让他小事伸手 这样妥当吗 古海翻腾 不是让人更紧张 不是啊 碰印气吧 阿周每天四五点就起床 从国外股市 期货开始研究 靠着过去 看各种财务报表的专业 他说自己在股市里很少赔钱 好吧 你自己在家吧 我们要上学去 好 来吧 阿芬在大学教书 穿梭在桃园台北两个校区 把自己打扮好走出家门 对阿芬来说就是一个短程旅行 很开心 很有趣 可以做不同的角色扮演 而且教书本来就是我很喜欢的工作 我从小就有一个志愿就是当老师 我从小就有一个志愿就是当老师 喂 爸爸 嗯 你在干嘛 还是在看啊 哦 从榜到地下 才出门不到半小时 阿芬一定会打电话问候老公 他担心阿周一个人在家无聊 会偷喝酒 我就会很紧张 因为就担心啊 就说他不晓得在家怎么样 原本稳当的日子 直到阿周退休后 阿芬才发现他酒瘾这么严重 我有时候在车上很难坐就大哭 或者大叫 但是阿芬很快的就选择治疗和陪伴 他在部落格里写戒酒日记 阿周有时会去偷看留下评语 阿芬太了解老公的痛处 就是对男性尊严的执着 我都写在部落五三 然后他就会偶尔去看看部落格 我老公他们家的 就是还是我们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 就是家里面是要男人去扛起来 他觉得让女人去扛是很没面子的事情 28年的夫妻生活 谁跑得快 谁扛得多 阿芬并不在意 他只希望老公能解开心结 把男性尊严抛开快乐过日子 城市等于进步 城市的出现等于文明的进步 人是居首 人是就是像我们在开车 到现在就是中厂他休息 换我开车 谁掌握这个驾驶盘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那就是互相搭配 所以我是说不定到一个阶段 又换你来开车 OK 好 来 哈啰 你 你又去哪 阿芬出门之后 借酒中的阿周又是怎么度过一天的呢 看股票 吃药 去菜场买菜 或是打电话和以前的老同事 老朋友聊天 有时候阿周会上网 看人力银行找工作 我发现 五十出头的真的是 现在的人 这个企业好像都嫌 这个时候的人 年纪都太大 明明是自己提早退休 阿周心理上根本还没做好准备 别人退休似神仙 阿周的自尊心却不放过自己 觉得男人没工作就没有用 没有工作就像教会那个姐姐说的 你在等死啊 你在等死啊 这么年轻 曾经管理几十亿人民币的大公司 现在连找工作都不顺利 退休前的恐惧和愤怒又来了 这时候阿周就会忍不住喝上一口 我觉得很无聊的时候 很无聊的时候 那 控制不了自己 明明知道说不能喝 还是出去啦 大部分都是他不在家的时候 阿芬很清楚老公哪时候会喝上第一口 恐怖的是 第一口之后的追酒 没完没了 完全失控 酒在哪里 酒到处都可以放 如果可以判刑的话 都跑不掉 都会进去 好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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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早退休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惬意 阿周发现 在这个社会上 中年男人每工作 处境其实蛮难堪的 觉得退休完喔 事实上整个社会地位 也都受到影响 这某一家 晾饭店 要办那个 必须要 你连收入多少 要有证明啊 什么之类的 你怎么拿得出来 你怎么拿得出来 所以那时候就卡住了 尽管阿芬处处抽到 但偶尔还是会不小心 踩到阿周的地雷 有一天 阿周知道阿芬 使用ATM开卡 起了争执 阿芬处 神经就跟我打起来了 一大堆 然后我就说 难道退休以后 连这一点 都没有被尊重 所以 你就知道那种 那种情绪 会有时候 会欺负很大在这里 很容易受伤 我说那种受挫折点好低 一句话就 整个人就 就要给他崩溃了 真的吧 我那天就已经跟你承认了 我就说我看不懂 看不懂那个程序 所以我看不懂 我已经 那天就跟你承认 就跟你抱歉 就他就是抓着你 不饶你就是不饶你 你就是错 就是错到你 情绪稍稍和缓 夫妻俩提到 最想要邀请的晚餐来宾 我想邀请小胤姐姐 张小燕 她是很有亲和力 在我们家的饭桌上 她一定是一个 会让我们很开心的人 温梅桂牧师 讨论起来 会比较有共同的语言 施政荣先生 退休的这一类的问题 她会应该很容易 去了解那种新经济 再来个早 早 今天要去哪里 去马尖 去医院 今天是周六早上 每隔三周 阿周要去戒酒团体治疗 阿芬也全程陪伴 从不缺席 断断续续治疗一年多了 她觉得有没有进展呢 我是觉得帮助是蛮大 可以了解自己的 可以知道 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有老婆陪的人 成功几率比较高 要不要走进医院 阿周内心曾严重地交战 那当然挣扎 我怕有 有比较多的治疑 在她远路的时候 还想再找工作 会困难 阿周之前看过另外一个医生 要吃下去完全无法工作 我知道她的药可以 但是那个药就是一直水 一直水 那个药到最后 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 一定要 有什么解 一定要打开 阿周开始参加团体治疗 也做了心理测验 她还得到了以前不知道的资讯 原来酒饮是一种病 和中脑的神经传导物质 多巴胺的分泌不足有关 那你就察觉你身体的心跳 呼吸 阿芬曾经参加家属团体 家属都很心急 不知道怎么帮助家里的人 来这里有心理医师带领 可以学习助人助己的方法 大家都有共同的悲伤 然后在那个团体里面 大家都 每个大部分很奇怪 大家都是 怎么都是太太参加 可是通常女生来 都没有男人陪 可是如果男人来 都有女人陪 所以女人 要是生这个病 会很麻烦 团体治疗先从回报 戒酒的状况开始 经过征询 有几位病友 愿意接受拍摄 我第九三人 会这边有点头痛吗 还有就会不过 没喝也是没睡 油到家里也是 第一个小时 小时小时 小时小时 工作没好 没工作就好 那你一个礼拜 已经工作几天了 现在没工作了 我现在是 断断续续 思喝思不喝 喝下去了 追酒 当然停的是 前两天会很痛 你也要吗 我也要 但是我就是不吃 因为我就是不想吃药 我们都会跟自己找麻烦 不要自找麻烦 医生整理大家 共同的困扰 从药物 心理 环境三方面 说明酒精怎么伤害脑神经 药物又如何运作 请病友观察自己的进展 治疗室外 阿芬和几位家属互相打气 我压力很大 我本来是要写在部落格 可是我不敢写 因为我怕说万一写了 我家人会知道 因为像这样子 我也变成忧郁症 因为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办 我对人性的理解是 人事会改变的 人事会想要让自己变好的 只是他有时候需要 还今天的时间 他是不是已经自觉了 细心的阿芬很积极 为老公寻找各种治疗方式 空间也是很重要的 阿芬意识到老公没有书桌 都不是没有位置 人家里也没有位 两人一起去买了一张新桌子 看他可以坐一个位置 很开心的讲话 我想这也是一种治疗吧 要对抗酒瘾 运动最重要 陪阿周做运动走一万步 甚至还有小小的园艺治疗 然后他就跟他说 我只要你长这样子 你不需要长脖子出来 他觉得那一张笔 是家里面最听他画的 所以这个是生命 对他来讲 就是一种喜悦吧 阿芬还鼓励阿周 找出心爱的老相机 陪他到处取景 下雨天也不在乎 你闻到我拍那边 阿芬甚至拜托阿周的老同事 用激将法激励他 如果现在真正把酒戒掉的话 你现在马上就有好几个在等他 真的 很不便 现在在水泥的擴建 这个专业的这个人 真的很 过去阿周常年在大陆工作 让他和孩子很疏远 其实孩子还小的时候 他们非常亲密 阿周喜欢帮儿子拍照 水火再掉下来 之前的那个 还不到半秒钟 你看好呀 他还拍摄了很多快乐的生活记录 这一段是阿周在纽约读书时拍的 当时六四的大儿子面对镜头 毫不胆怯 这是我啊 这是他儿子心目中的爸爸 心目中的爸爸 是这样的 看他儿子的话 我纯粹是想象的 这个爸爸藏起不在家的朋友 真的比较不跟我讲话 真的比较不跟我讲话 阿周记得大儿子小时候 曾经为了教数学的事 父子起冲突 为了教他一个概念 教的气势 教的两人竟然打架 我跟我儿子打架 我还想报警 抓去管事 几岁的是小学 小学应该是四年级五年级的时候 所以你是亲子关系怎么会好 就是不会你就要骂人 然后呢 那个成绩单只要出来 他就要生气 两个月前 大儿子刚退伍 阿周又把焦虑投射在儿子身上 先工作或出国念书 阿周意见很多 阿芬就宽容多了 他觉得儿子是在找未来 一辈子要走的路 这段摸索的时间是可以允许的 他现在正在上一些课 然后他爸的气得要死 就觉得这种人好吃懒做 根本就是拒绝进入社会 才故意拿上课当借口 对于大儿子想出国念神学院 阿周也有意见 想起来才 这个才是我最气的一点 他想去练了 练了电子工程 要出国去认神学 我说当初我是给你吊肝 你要上山打泪 我早知道 阿芬心疼孩子 更了解老公心里的纠结 因为他是一毕业 就要把钱拿回家的那种观念 所以他觉得我儿子 不仅没有赚钱 不把钱拿回家 甚至还不赚钱 他觉得 这严重 拍摄小组从电话访谈才知道 儿子也有一肚子的愿 从小的冲突没有化解 长大了连念什么科系 老爸也要插手决定 见面就是训话 让儿子只想回避闪躲 但这一切阿周知道吗 以前我小孩 我回来他们好像不大欢迎 他有一次说跟我儿子说 爸爸要回来 干嘛回来 他在大陆好好回来 然后他们儿子的心态就是 反正我就跟你熬过这一段 就是跟你躲闹 你再来我就闪一下 或者是 然后你生气也好 你骂我也好 或者你讲任何话 都是十天的笑起了 对于家里有个喝酒的老爸 儿子们究竟怎么想 他们就敢怒不敢怜 他们就说 又在发疯了 阿周在团体治疗时发现 自己的酒瘾是一种病 要靠专业医生的治疗才能缓解 土酷小镇是阿周和阿芬的家乡 亲友们也强力地帮他们加油打气 阿周究竟能不能把酒戒掉呢 正在和酒瘾搏斗的阿周 退休后几乎很少旅游 因为阿芬用老公的退休金 在土库买了一栋房子 平日在台北 周末回土库探亲度假 带小鸟回家 因为那是我儿子养 然后他们这两天要到湖湾山去生态烤 所以三天小鸟没有人照顾 带回去 我们老公说他是阿公 那个小鸟是他的孙子 所以他要帮人家照顾孙子 从上次滴酒不沾到今天是几天了 一个礼拜 我跟你讲 心情不舒服 找个理由就喝酒 我这一阵子都喝高粱了 十月清好像那个还不过瘾 高粱是十八度 越喝越好 不论住到哪里 都有卖酒的杂货店等着阿周 土库也不例外 阿周还主动地示范喝酒 藏酒的剧情 在这边开 在这边 在这边 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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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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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天知道 要跟台北进前 他没了他倒掉 餐肉是记在这里 那如果他回去 想到就出来再喝一口 想到再喝一口 陆老师都不会来抗议 他也会说过 他偷偷告诉我 他也偷偷告诉我 你太太有来偷偷告诉我 他也偷偷告诉我 他偷偷告诉我 他偷偷也不要告诉他老婆 他也偷偷告诉我 这栋充满书柜的小别墅 阿周最爱的竟然是 最喜欢这里 对面的酒店 他也偷偷告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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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到镇上走走 两人到哪里 大家都认出阿芬 他有一个 人人都尊敬的医生爸爸 是同乡 嫁给同乡的好处 那个记忆是一样 所以不会吵架 吃这个 吃这个就可以和解了 吃得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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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周洗车 做早餐 阿芬弹琴 在土酷的生活 让阿周非常自在 说到婚姻里的辛苦 阿芬从来没有想过 离婚或分开 你生命里头已经习惯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 是一种正常 我的个性就是 比较不服输那种个性 这一天是土酷镇上的大日子 六房妈祖过炉绕境庆典 附近村镇的信徒 都来妈祖庙敬香拜拜 阿周和阿芬的教堂 则是百年老教会 两种信仰在小镇 奇异的共荣共存 阿周的老妈妈八十六岁 一个人住在老家 自己种菜 读罗马拼音的圣经 最爱唱圣歌 聊起阿周爸爸喝酒的往事 母子俩说得好热烈 她说她喝喝一瓶 她一生 一生喝喝一瓶 你有跟她祷告吗 祷告也没办法 喝到水 不然流淋的水到我底下 以前是没有测水 不然就有陰性 都一直发酱 你又说我来你那儿 找不到酒 你也有喝 阿嬷你也有喝吗 我就是 没有喝酒 阿周为了要证明家里有酒 她到妈妈房里开始搜索 对 你有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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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桌子 这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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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这桌子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的乙团不然从你来 对 从国家走到娘家走路只要三分钟 万德诊所也有百年历史 这栋子还曾借给小郑医生的爱情 作为电影的主场景 这是我的 雙胞胎 我的软的另外一边 然后这是我爸爸 他现在 九十二岁了 很健康 很健康 阿芬爸爸的副祖辈都是医生 他从日本留学回国 可以留在台北 去选择回小郑行医 他说他要赚琴 不要赚钱 做医生的父亲关心女儿 原来早就观察到一些眉目 我刚刚请给钱 很好的 他在家里都 哭哭 哭哭哭 他都知道 所以我就知道 我刚请给我们爱的 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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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餐爱的宴席 来做客的是 阿周和阿芬教会里 一起长大的姐姐姐 姐夫 是他们最忠实的 土库加油团 中学的大儿 叫我去等死的 就是他 我叫他去等死的 对 我叫他去等死 不是他 不是他 为什么要叫他去等死 他那时候都不振作 他那时候都不振作 我们就一次打个招呼 听到他是 他又又又又 又怎样 讲到团 不振作就是 干脆等死算 对 虽然有土库加油团 和阿芬的支持 阿周努力借酒 却借不掉 我现在是借酒达人 他笑一笑 因为我们每星期都借 就借了那么四天 最长就是四天到第五天 又是两脚不听脑袋示范 要再吃也没有用 星期天的早上 儿子和阿芬走入教堂 阿周却觉得 教会其实也帮不了他 都是类似的聚会方式 我根本不习惯 那种聚会方式 不是上教会 就是睡觉 阿芬希望老公能找回信仰 他在部落格写下心里的痛苦 坚强的阿芬 也有撑不下去的时刻 可是明明心里 就已经是软弱 强撑地坐在那边 就说证明我是好的 心里的那种渴求 灵魂深处的那种苦痛 没有被抓到 谁来晚餐新单元 每集都会邀请家人 把他享受的内心话 写成字条 我们邀请阿芬写信鼓励老公 不知道能不能打动阿周的心 这一对勇敢又受苦的夫妻 能否借着嘉宾的来临 得到释放与力量 还有 让老爸揪心的儿子们 会不会出现呢 来宾到访的前一晚 为了给嘉宾最浓厚的家乡味 阿周和阿芬夫妻俩 特地选择土库家请客 两个星期不见 阿周借酒有了大突破 发生了什么事 阿周神秘兮兮地说 原来阿周也在谁来晚餐 真心话便当盒里放了一封信 等来宾到的时候才揭晓 来宾来访的这天一早 气象局发布了台风警报 制作小组很担心 因为今天的来宾 专程从国外搭机回台湾 不知道台风会不会打乱了行程 原本不下雨的土库 雨越来越大 夫妻俩去市场买绞肉 蛤蟆和水果 现在买冰的心情 好像在买大乐透 他们还买了土库 当地有八十年历史的 丹阿比哥和肉羹 因为我们今天迎接嘉宾 迎接我们这个 买了这个房子之后的 第一个贵宾 现在心情怎么样 开心啊 开心啊 就等着开讲 看看来宾是谁 昨晚阿芬和老公 把盘子全摆在桌上 演练到半夜两点 怕今天临时慌张 所以就把盘子 要装在柴上 把它挂起来 这样 等一下就不会出不出 他们还为来宾 准备了三个盖中 不夸张 他们要煮三种汤 夫妻俩分工合作 两个炉子同时开火 我们家做菜 他看食谷 然后配料 等到我要煮的时候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 那个食谷 里面长什么样子 然后我就要去煮一个 他想象中 或者他设计好的那个菜 这个时候靠人家的想象 最拿手的炸猪排出场 今天的菜单有 味噌其余 青江菜 桂芋头 芦笋炒虾仁 县菜 豆腐羹 蛤蟆 肉羹 鲑鱼炒饭 三鲜炒面 三种汤用饺子 中保温着 阿芬准备随时伺候客人 我觉得这一 这个青江菜这一道 最漂亮 很多的 今天的嘉宾会是谁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阿周和阿芬 想要邀请的名单 就直接在这里 主持界的天后张晓燕 散文作家张晓峰 舞灯奖得主温玫瑰牧师 企业家施政荣 戒宴代言人孙岳孙叔叔叔 中午一点 来宾即将现身 真的来了 现在什么心情 很开心 很兴奋 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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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他的财 来宾满 是不是大乐透 没有猜中 你知道 他在等于赛牙 就是主要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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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谢谢 感谢主 我们也拥抱一下 美国的 感谢主 今天的来宾是温玫瑰 民国六十八年 手拿吉他的温玫瑰和搭档张秀美 得到五灯奖五都五关 后来温玫瑰成为牧师 在美国和中国偏远地区传福音 我觉得一个父亲喝酒 而且是酗酒 借了好几次 借不了 那我觉得 我想应该一般的人 就是说好像会觉得 这样的家庭会觉得 会觉得很羞耻 我觉得说不敢 很不愿意告诉人家的一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他们愿意 再利用 就是说用这样的公开的媒体 然后呢也愿意找人来跟他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 也不简单的事情 温玫瑰已坐下来 立刻伸出手 温暖的关怀阿州 我说这是迷途的羔羊 我很感恩 能够跟你们相聚在一起 三十年前参加五灯奖 温玫瑰曾经宏极一时 她在那个时候 遇上了人生最艰难的抉择 后来就不同的国家邀请 那么在第二年的时候 我真的是碰到很大的诱惑 日本的夜总会经理 邀请我希望在日本演唱 一个月四百八十万台币 十二万美金 我自己很想 因为我的薪水才一千块台币 但是我跟神说 我可不可以请假半年 我去唱歌再回来 挣扎了一夜 温玫瑰决定继续走传道的路 到现在三十几年 算是一切顺遂的温玫瑰 说到自己曾经自杀四次 我十二岁就有一次自杀的经验 跳海 因为从小就被同学欺负 我一年级我就不会讲国语 所以我就只会讲三地话 然后老师讲的像写的功课什么 我都不知道要写哪什么地方 然后老师就说 三地的孩子到老师田里面工作 每一天放写 就要到老师田里面工作 第二天又被老师打 藤条的仇 所以我心里在想 这老师这么不公平 同学为什么这么自私 就知道说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整个家里的苦工压力压得我 没有办法担 你知道那地瓜都重 一百一十九公斤 一分地就是三十包的地瓜 结果砍完以后 我肩膀已经痛了不能 所以没有办法说话 我就跟我妈妈讲说 我说我肩膀好痛 我妈妈一打开 全部是偶尘这样子黑黑的 一心意我就想死就死 十七岁时 温美贵又被妈妈庞大的医药费 压得走投五路 那一天我真的自杀 可是没有车子来创 我还在想 我要弄什么方式 我要一边走 后来就到礼拜堂 因为有四哥 我被四哥吸引进去 可是那一天晚上很奇妙 那我一坐下来 牧师开始讲到 哇 我的眼泪 好像绝了体的水库一样 一直掉 一直掉 原来 我以前我是 我觉得我是好人 因为都是别人欺负我 那一天 我哭了整整五个钟到 原来我看到了 原来我自己是骄傲的人 自卑产生的骄傲 我里面有恨 我里面有气 我还会说谎 一大堆在里面 哇 从那时候开始 我传道已经三十四年了 温美贵细数自己过往的挫败 和人生低潮 其实都是为了用自己的例子 来抚慰阿周的心 你呢 就是从里面开始 就是要做要素 然后素曾经得罪过你的人 你的妻子为你祷告多少年 你们今天胜过了 你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 去帮助跟你一样的人 受酒困绑的人 要是因为不平 其实已经开始了 就是我这是 还有什么问题卡住 我不知道 就是 聊到这里 温美贵直指何心 他提醒阿周 真正的问题在家庭 过去啊 嗯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说 你喝酒 带给家庭的这个负担更痛苦 为什么小孩就是说 不跟你接近讲话 这个爸爸在他们 还在练初中 他就 离开 离开 一直在外面滚嘛 所以老实讲 那种 父子 亲的感觉 没有 那现在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是 有问题 你 我信 有讲 讲 清楚 是什么 是什么 让我 觉得 比酒精更有效 我有信 提到了信 这封令阿周 大彻大物的经理 到底写了什么呢 不是 不是问题 今天我们制作单位 刚刚交给我这个便当 这是老婆写的话 我先念老婆写给先生的话 亲爱的老公 曾经你是个工作狂 但你也是爱家的人 为了家庭 你更可以远度重养 曾有的意义风发 此刻的愤世嫉俗 我都懂 真的都懂 婚约中的爱是永不止息 婚礼中的我愿意 所承诺的 当然是一辈子无怨无悔的 眼前这一段乌云密布的 场景似乎有些久了 我们来换个阳光爷爷 阳光奶奶的角色如何呢 你的老婆真好 有这老婆一身相伴着 我自己也很感动 老婆写给你的信 你觉得怎么样 她都会说看不懂 你的信息 我今天她看得懂 你说说你的信 只是说我一直觉得 她相信她会原谅我 她已经原谅你了对吧 她写的信充满了一个爱 一般的人我想是写不出来 如果没有爱 会充满了苦毒跟怨恨对吧 是 所以你要感谢你的太太 支持你这么多年 接着温美贵要念阿周写给老婆的信 老婆 那天我在一次四着把酒戒断 也忘了 这是第几次的努力了 我觉得 找到了比酒精 还更可以稳定焦虑的替代病 那就是在我身上 没有酒味的时候 我们的哥哥有了笑容 会开玩笑的 我终于明白了 这正是方医师提醒我 注意 但我当初无法体会的问题 每一次接的前两三天 是最难受的时候 你总是为我煮西饭 准备冰开水 非常谢谢你 亲密的感谢的内心化 关起房间再说吧 念神祝福我们的家 祝福你 你出来了吧 原来啊 就在上周 阿周试着努力戒酒的第十一天 他神清气爽的样子 让大儿子开心的笑了 他笑嘻嘻的啊 他从来没有那种 我发现他从来没有那种笑容 还跟我开启玩笑啊 后来我每天就是 期盼 期盼他的笑容 对啊 你成功了吧 对吧 那我们再分开年孩子 写给他们的信号 爸爸加油 希望你快点复原 儿子们敬上 这里 一粒 这是我们大座的一个卡片 这么漂亮的卡片 这是说预言 爸爸将来好了 就可以和声做很多指令 这卡片他很花心 真的完全一片 这一顿饭 从来宾一进门 就有说不完的心事 流泪和感动 客人和主人 几乎没有时间动筷子 酒鬼 现在就离开我弟兄的身上 还有愤怒的灵 还有恨的灵 从我弟兄身上出去 也没有任何权势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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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然后这一次他愿意站出来 面对自己 我老公是一百分的人 所以我相信在这件事情上 他一定是一百分 请跟我一样有这种毛病的人 勇敢地去面对 因为他是病 而不是一个爱不爱喝酒的问题 温慕斯莱 刚好是我没有办法突破的那一关 因为不是病而已 而是心里面的结要解开 所以今天我觉得很好 感觉很好 看到那封信我自己也要流眼泪了 因为我觉得太太对他先生的写这封信太美了 从他太太的身上看到爱 真实的爱 十几年不简单了 那是痛 可是这个痛变成鼓励 他能够继续支持他的先生 可能父母还要跟孩子们道歉 为什么 因为很不容易的 因为父母要向孩子道歉是不容易 但是我相信他们做得到 为什么 因为他们爱 有爱 但是我相信他的心事会好起来的 我想在这里祝福他们的家庭 工作是不是男人生命的全部 历经酒精的折磨 阿周应该有了答案 他能不能和儿子和好 和自己和好呢 据说拍摄结束后 阿周已经一个月没碰酒精了 我们祝福这个家庭远离酒精带来的阴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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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